我們理事長在這裡 我們這樣 最打拚 最小人知道我們家老團 真的很多人第一次來 有沒有人找這一座朝陽宮找了一個小時 還沒有找到的 上次真的有 所以這邊特地選在這邊 的確是要考驗各位對嘉義市了不了解 我相信在這邊 因為很靠近民修 然後很多人 我知道各位 從市區來 各位到哪邊 我要看美星 我要來吃雞 到那裡就截止了 我又要去大賣場 我要吃雞 每天都去味道 如果要往北的話 我又到民修大嶺去 不會進來這邊看看 可是你們不知道嗎 以前我們這邊的老藤裡 外面那一條路就是我們的神道 對不對 我們隔壁那小條路 你現在記得那裡 是我們以前的中項路的神道 大家都知道嗎 後來要拓寬之後 才變成現在 你現在開的那條大條的 所以事實上很多人都不了解這一邊 更何況這邊以前 大概民國六零年到七零年代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產業 什麼產業跟牧業有關係的 你知道嗎 不知道要拓手 不知道要拓手 我在做我們的學院 都在他們訓練到 知道說這裡是在做什麼 以前民國六七零年代 回來的時候 我們這裡在做藍尖 雕刻 有聽過藍尖嗎 拓手一下 藍尖 藍尖 學院版 對 聽過藍尖還是少數 對不對 什麼叫藍尖 藍尖 我們老人家的人都叫做 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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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毀邦的雕刻 毀邦的雕刻 毀邦就是我們這種 你要了解 我們在文創園區 來電放一個電腦器而已 毀了花板雕刻 到底是什麼有在那邊展出 那基本上呢 花板 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日式房子裡面 那下面是拉門 在榻榻米嘛 然後 儘管我們那個房間隔間的那個拉門 那拉門跟天花板之間 欸 你哪有注意點 就有一小片喔 不是很長 不是很高 但是呢 大概有的一窗啦 拉 拉長 那個 不高 但是是長條型的 有的是那個 六窗這樣 那兩片 通常都是兩片把它用起來 那上面有那個樓空 他們家都用一種什麼 北京 對不對 還有營啊 還有很多的一個雕刻的一個花紋 都以前都磨小日本 日本人很高在我們這裡的毀邦 所以大概有大概十幾年的時間喔 因而 這個 我們老藤這邊 因 花板很多人就因為這樣子呢 而能夠溫飽甚至致富 所以這段日子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今天呢 就是說 要來 我們老藤裡這邊呢 我們待會兒 會放映影片 讓各位了解 我們家剩這首播 我們家應該是首播 不然呢 你們家裡不可以人說喔 不可以人說 我們偷播啦 偷偷就站在那邊播 我們晚上 7點到9點在文創園區的新嘉義座那邊 就是嘉雄路橋 那裡被人的停車場 從那邊進去的K洞 就是低洞 那在二樓有一個新嘉義座 我們會在那邊走 我們這一個計畫呢 有拍了四部影片 都是跟我們嘉義牧業有關係的 如果還沒有報名了嘛 沒關係 晚上 就趕快過去 聽說只有七八十個位置 你如果沒有位置沒關係 那邊可以洗地而坐 晚上會這樣子來播放 那今天呢 我們也會播放 在這邊其中一部有關老藤裡的花板雕刻 所以說呢 還有我們家都有花板雕刻的師傅 會現場來到這邊 那我們有在實際表演嗎 有 有啦 要演練一下 在實際表演 這樣既然是怎麼會 就是 又殺人 有啦 哦殺人 來 掌聲 掌聲 你看那些出場的氣場 有拍嗎 有 你剛剛說你怎麼知道怎麼出來 是啦 我都不照照的 老塞到了 算什麼蝦腸到了 所以待會兒 我們這個老塞真的是那個 老了 老了有經驗 不過現在 我們這個產業雖然有比較沒落 不過我們就是要把它記錄下來 找回來 讓大家更認識 更了解家藝原來有這個產業 好 那我開場也差不多了 但是家在沒有跳舞 所以還好 我跳下去可能大家就要糟糕了 我們現在 我先邀請我們老塞裡的小褲的理屬病 我們吳宗玉 吳大哥 吳理事長 來教我們講幾句話 好嗎 來來 江蝦 江蝦